在台湾118年的国家 你知道有个国家 待在台湾的时间 比中华民国还久吗 在西元1858年 蜻蜓跟列强签了天津条约 其中台湾开港通商 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南边的台湾港 也就是今天的安平 跟北边的沪维港 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开放贸易 成为了对外通商的重要据点 英国成了当时台湾 跟世界贸易的主要角色 甚至在沪维港设立了 台湾史上第一座海关 还在红毛城设立了领事馆 当时英国正值日不落帝国 强到不要不要的 也因此台湾跟世界的贸易 英国一直扮演最主要的角色 从清朝到日本时代 再到现在的中华民国 红毛城一直都是 英国领事馆的所在地 直到1972年 英国跟中共建交 红毛城不再是领事馆 转交给澳大利亚跟美国代管 1980年英国正式把红毛城 交还给了中华民国政府 结束了118年的历史 算算现在也才民国113年 在台湾扎根的时间 真的是挺久的